到竟然有人坐霸王車還搶錢 上個月31號 兩男子搭計程車 但身上沒錢 找來朋友幫忙 依照新表 加價後的價格 司機向他們收600多塊錢 沒想到三個人覺得太貴 懷疑被坑 竟然拿甩棍跟球棒 當街痛歐司機 還搶走司機身上的2000塊錢 拿著甩棍跟球棒 沿路瘋狂追打 身穿白色襯衫的計程車司機 把腿狂奔逃命 但三名年輕人打一個人 司機根本贏不了 當場被打趴在地大喊救命 三人先是搶走司機身上2000元後 趕緊逃離現場 到底為了什麼事如此暴力 原來一切都是車資 瞧不攏惹的禍 也懷疑 是不是這名司機有來 車資來操搜 在這名司機的車上裡面 取得球棒 三人聯手 來追打這名司機 當時林姓男子兩人 從新北市三峽 一路搭進車車 來到泰山的這處巷口 兩人付不出車資 找來胡姓男子幫忙付錢 沒想到最後他們嫌車資太貴了 竟然開始動手打人 事發在上個月31號 凌晨5點多 林姓男子跟翁姓男子 兩人搭的車資 共跳表400多元 不過新表加價後 司機要向他們收630元 三人錢逃到一半反悔 質問司機車資收得太貴 司機這小聲刀念 沒錢就不要搭 因此點燃三人怒火 中央在爭執中 司機回嗆了一句 沒錢就不要搭 這句話更引起 這個胡姓祖賢 跟三人的不滿 認為他們遭到 這個這名司機的羞辱 懷疑車資收得太貴 竟然將氣出在司機身上 經過兩天追查 警方終於巡線 逮回林姓跟胡姓嫌犯 訊後遺強盜跟傷害罪 將兩人移送法辦 另外在逃的翁姓男子 警方也全力追棄 要將他逮捕到案 有電TV蔡炳 李廷新聞報導